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叫做Multiple Expansion多极扩张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区域TOW PROMP是一个很小的区域 可是里面有电荷分布在这个区域里头 那这个有电荷分布 那么它就会在空间任何一点P产生电位跟电厂 产生电位跟电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计分是用这个机了 等一等我们会知道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位的项目 项数把它变成无穷多项 就是说它运算起来可以无穷多项 那么每一项其实都代表一种电荷 有的是单极项 有的是偶极项 有的是四极项 有的是八极项等等 那么我们说这个区域很小 小到什么地步呢 电荷分布有一个分子的电子 分布的尺寸 那线性尺寸来说 它是十的负十次方meter 一个分子 一个分子它里头有好多原子 原子外面有好多电子 这些电子的分布在这么多范围里头 于是它会在外面 这就是这个区域 十的负十次方 就是说它 你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大概是十的负十次方meter 我们不好谈它的体积 这一点的电位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点的电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当作 这个区域连续分布 电位 电荷是连续分布 我们把它分割成无限多个 小的电荷基数 其中是一个 这是一个 DQ DQ就等于这个电荷密度 存在这个小体积基数 这一点的电位 由它产生的话 应该是这个质 那这里有好多这种电荷密度 这好多这种小电荷基数 在这里产生的总电位 那就是这个积分 DQ 我们就用这个带 是这个质 那现在我们看 我们的电位是R 就是说我们是在这个参考 以参考点来看 我们球的位置是在这里 那么它的积分是这个值 那S分之一 我们先看S S是等于这个 我看有没有图 S是这个 它是R prong平方 加R平方 减两倍的这个 cosθ 这里我们把R平方提出来 就变成这个值 但是我们所看的是 因为这只是一个分子 我们随便拿一点 这个距离 要比这个分子的 这个距离大得太多了 那因此这个都是 圆小于一的值 那我们就把这一项 看成是一加ipsal 那这个ipsal就等于 ipsal就等于这两项 你把这个提出来 里头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是圆小于一 这个是圆小于一的值 所以 所以S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 开平方再导数一下 它就是这个值 那R分之一是这个 因为这个圆小于一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这个值 这个值展开以后 你再把ipsal带进去 ipsal带进去 ipsal平方带进去 ipsal三方带进去 然后再整理 整理就按照R prime of R的 一之方 两之方 三之方这样排列 就变成好多项 这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等等 它就变成这个 就是一二三四 当然后面还有了 先是S1 是这个的多项式 这个恰好是什么 是Legendal Polynomial 所以S分之一 我们就可以用Legendal Polynomial 表示出来 R分之一 这里头这一项 我们可以用这个单 比如说N等于零 这是一 对不对 N0之外也是一 就是这个 这个等于二 这等于一 就有这一项 这个等于一 就是CosC 就是这一项 这个等于二 就是这一项 等等 所以V Potential 我们不是写成这个样子吗 那现在把这个S分之一 带进来 所以S和V 就等于 这个积分 你看 这Rho Detail 还在这里 所以S分之一 是等于这个 带进来 是R分之一 就是这个 就S分之一 就是这个 把它带进来 你看这个 因为它这个 是对这个 N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可以把这个 R分之一 提出来 这里有个R 这边R的 N加1次方 里头是R prime的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什么 对Prime的积分 就是对圆区的东西来积分 对圆区 你这个R是固定的 就是我要求 对参考点 R方向的一个 R圆的 R位置的一个 点 它的 电位 那这个R就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它 固定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 拿到这个外面来 拿到积分号的这个 外面来 积分就是对这个积分 OK 好 那 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把这个式子展开 它就等于4πY Z R分之 N等于0就是R分之1 0 1次方 这个1 就是这个 2等于1带进来 2等于1带进来 就是加上这一项 这个R prime 这个等于1的话 就是cosθ 这一项 然后再加上第三项 等等 以上这个表示法 就是把电位 把它扩张 成好多项 因为这个 它是代表单极项 因为这个 这个积分 就是一个Q 总电荷Q是多少 就好像电荷Q 在R这个位置 产生的这个电 电位 而这个呢 你看 这个可以当作 这个是 偶极项 就好像说 Q乘上R 这是一个 好像一个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乘上cosθ 这个分母是R平方 这是O极项 我们说它是等于这个 再加上这一项 展开是这个 第一个叫做单极项 monopole term 第二项 它跟这个平方成反比 就是diple项 好 这个跟R三次方称反比 这个叫做quartable term 四级项 还有 跟R四次方称反比的 叫做octable term 八级项 等等 可以 就是说 它可以 把它展开 成这么多项 当然 这里头 最主要的是这一项 因为它跟R一次方称反比 这个 衰减的比它快 它跟R平方称反比 这个更快 所以这个最重要 其次是这个 再来是这个 如果它的总电量是零的话 那么它的 最重要的项 就是diple项 这一项 如果diple这一项 也是零 那么就是quartable这一项 是它的这个 最重要的一项 所以这个 实际显示 多极扩张 可以用计算 局部电荷 分布的 局部分布的电荷 所产生的电位 以及电场的近似值 等于我们会 举例来说 现在我们看 我们刚刚不是说 有一堆电荷堆积 在很小的地方吗 它产生的电位 就好像什么 里头有个单极 像产生的电位 再加上一个 二极像产生的电位 四极像产生的电位 八极像产生的电位 等等 这都是跟 阿尔 这个 成反比的 可以当做这么多项 好 现在我们看 单极像跟偶极像 当这个值很大很大 就跟这个比起来 很大的时候 多极扩张中 最主要的是单极像 就是这一项 那么单极像的电位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积分 你看这个是 指 在这个里头的积分 全部积分就是 Total Q 因为 最后的结果 它是这种形态 这个形态就是 点电荷的形态 那就是说 我们第一项 我们可以把 所有的电荷 当作集中在 这一点 集中在原点 现在是这一点 在这里产生的电位 原来我们要 要看的是 这个是电荷 这个是 求电场 我们电场是 从这个积分 最后我们说 它的电场 以这个 参考点来说 它有一个电位 是把所有这个电荷 当作集中在 这一点的时候 在P点所产生的电位 这叫单极像 这个结果就像 我们所预期的 但R在无限远的地方 这个比起这个来 等于是无限远 就算我图上这个距离好了 可是你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是 10的负10次方米 这原子 轻原子直径 这个不是无限大了吗 那看这个电荷 就是一个点电荷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如果总电荷是零 如果说 这个地方电荷密度 不简单说 它都是正电荷 有的地方正有的地方负 有的地方正有的地方负 如果这个 total integral 等于零 那就说它里头 正负正负 加加减减等于零 那电位就等于零了 第一项等于零 那就是第二项 就变成主要的项目 这个等于零 那只是看这个 这个就变成主要的项目 所以电荷主要的是偶极项 如果总电荷是零 那么主要的这个项就是偶极项 好 现在我们看偶极项 偶极项原来是这样子表示 对不对 那么R prong cos theta 我们可以当成是R univectal univectal就是 原来R方向的单位向量 跟R 跟这个圆区 就是圆区跟厂区 这两个方向 这是厂区的这个单位向量 这个是圆区的距离 这个到底你看 这是E 当中的夹角是θ 就是cos theta 成R prong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值 划成这样子 划成这样以后 R就可以 这是R univectal 这个写错了 这是R univectal R prong vectal摆在里头 这是univectal 好 这一下 diple 我们知道diple的电位是这个东西 就是p cos theta 那这个就是这个 我刚刚说这个写错了 那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diple moment diple moment 就是说我们那一群电荷分布在那里 对O点为参考点的P点来看 就好像是有这么一个diple 在原点 在O点 P称为O极局 O极局 O极局是由电荷分布的几何形态 计算而得 我们等等会举例怎么算这个字 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看成 是有一个O极局 O极局在参考点那里 它对P点产生的电位 所以一群点电荷的O极局 O极局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这个我们如果把Row 成第一套 当作是Q的话 我们可以把里头当作是有 无限多个点点核聚集的话 那这就是Qi 第i个点核 那第i个点核跟原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Up Prime就是跟参考点之间的距离 那这个如果你画成点电荷的话 我们就这个可以写的Summation符号 就是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O极局 算算上O极局 就用我们刚刚那个式子 计算一个实际的电荷极局 电荷极的O极局 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电荷极 你看Q跟负Q 当中距离是S 我们把它摆在这里 这个位置是 分别是负Q跟正Q 对参考点之间的位置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算出来 你任意一点 看这个电荷 它可以看成是一个 第5集在参考点 参考点 不是直接由这个产生 我们说这群电荷 好像是一个电荷极 在这里 这个电荷极要怎么算呢 就是这么算法 然后再加上一个负Q 乘是R-Prom 这个把Q提出来就变成这个 R-Prom R-Prom 就是S Univetal 它这个 现在我们所看的就是说 你再任意一点看 这一群电荷 现在只有两个电荷 这一群电荷 它在原点产生的 偶极局 是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正好是什么 它真正的偶极局 真正的偶极局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一群电荷 是一个真正的偶极局 那么这个 在参考点以外 任何一个位置 它产生的电位 产生的电位 跟原点的位置无关 就是说你要求这一点 P点在这里 你原点取在这里 跟原点取在这里 在同一点产生的电位 它产生的电位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也就是说 一个实际的电偶极 它的偶极局的值 与原点的位置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看这个四极 如果我们有四个电荷 这样摆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成这个 你可以看成这是一个电偶极 方向是这边 这个是一个电偶极 偶极局的方向是这边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你也看成这个是一个偶极局 这个也是一个偶极局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可以看成两个偶极局 P1跟P2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它的总偶极局 不管是P1 比如说你P1算这个 P2就是这个 或者P1是这个 P2就是这个 它的Total Q 切为零 它的总偶极局 都是零 这种分布 我们知道它叫做电四极 这种的分布 我们知道它叫做电四极 现在我们看这个 多极扩张中坐标的圆点 看坐标圆点有多重要 比如说我一个点点和摆在这里 我要求P点的电场 可是我们坐标圆点取在这里 不是取在这里 如果坐标圆点取在这里的话 你这个电场不就是这个方向吗 对不对 那取在这里的话 坐标圆点的单一 电荷真正会构成一个单纯的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电单极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说你这个电荷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它产生的这个 对它来讲 它的电场就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你原点在这里看它 它的电场还是这个方向 因为最后 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说你在 不过就是说你在 别的地方看 P点在这里 我们先说P点在这里 你Q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是多少 就是由它产生的电荷 对不对 你原点来看它 还是由它产生的电荷 就是坐标圆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荷 就是4πY0 R平方R Univector在这里 朝这个方向 但是在这里 它的方向是朝这个方向 方向不一样了 它在原点 跟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电荷 这个地方的电荷 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值也不一样 就坐落于原点的单一正电荷 它的单纯的电荷 就是它的电荷 它在原点 那就是电荷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就不是了 它有电荷极像 还有其他的偶极像 四极像什么都有 你如果在这里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成 这个地方 当作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电荷的电荷 因为这个电荷 跟这个电荷不一样 那真正在这里产生电荷 是由它产生的 所以它还可以看成偶极像 所以在这里 有个偶极 在这里产生的电荷 刚刚刚的单极 加上偶极 再加上四极 加起来 才真正的等于 点电荷在这里 直接由在这里产生的 直接 就P点的电位 直接由这个产生的电位 也是一样的 Q在P点产生的电位 是这个 不是这个 我们说它产生真正单极像 只有一个单极像是这个 可是这个像是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把S 用二分之一多像是展开的时候 它里头就有二极像 四极像等等 因此将圆点的位置 圆点设在这里 或圆点设在这里 或圆点设在这里 或者说圆点固定了 你电荷摆在这里 或者摆在这里 或者摆在这里 那么 它除了有单极像之外 还有多极像 不过这个多极像 要看你圆点在哪里 你设在这里 跟圆点设在这里 这些像的字不一样 不过单极像的电量 就是这个电量 始终都是Q 不会改变 你原点怎么改变 但是这Q一定是这个字 就是你这个 就是Row Prime 就是这一点 就是这个 电量与坐标系无关 终中 第二Q 搬离原来的位置 不会影响单极像 以及更高极像 不会影响它的单极像 它的值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单极像 但是它偶极像会改变 因为单极像只有这个东西 偶极像就会改变 偶极像 单极像 不管你这个 R变成什么 但是它Q一定是这个东西 但是偶极像就不一样了 偶极像会改变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偶极矩会因为原点 移转而产生变化 然而有一个重大的特例 就是当电量为零的时候 偶极矩与原点 全在哪里没有关系 现在我们看这个 图中 在XYZ坐标系里面 的偶极矩 就是说你的电荷在这里 这个偶极矩是什么呢 你是以这个为原点 XYZ 它是R Prom 称上Row 第一套 如果你把这个原点 移到这里来 做了一个A位移 到XYZ 下面有一道杠的 它的偶极矩就是 R 这个 称上它 而这个R 跟这个不一样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等于R Prom-A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变成两项 一个是这个乘过来 再来是A乘A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P 原来的P 不是加一道杠 这是加一道杠的P 就是这个 减掉一个 这是Q 这个地方的 积分 这全部地方 全部区域的总电量 乘上A 所以 这个设计就显示 原点迁移的话 偶极矩会有改变 不过如果总电量是零 这个是零的话 这个字跟这个字就相等了 就相等了 总电量 如果是零的话 偶极 就没有改变 偶极矩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问你 这个图 它的偶极矩是什么 偶极矩就是这个 不管你是 原点设在哪里 它都是Q成D 我们刚刚说过 不管它在哪里都是这个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 那它的偶极矩是什么 那就要看你原点设在哪里 原点设在这里 跟原点设在这里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要靠积分积出来的 看原点选择在哪里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些分布 电荷 做圆圈分布的时候 分布在这个圆圈上面 我们要问 半径 为R的圆轴上 就是说这个 半径为R的圆轴上 分布了Q的结合 对原星的电荷极矩 就是你的原点设在这里 好 这个电荷极矩呢 是什么呢 P是等于R' DQ 现在 后点在这里 我们这里取一个DQ的话 R'就是R R'就是这个R的方向 就是这个半径的方向 这半径 我们要圆柱坐标了 它就是这个方向 好 这里取一个DQ DQ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 这个长度是R' D5 RD5 这个是Lamna 就是单位长度的电量 就是长度的 限电和密度就对了 限电和密度 好 把这个值带到这个里头去 R'是这个 DQ呢 是这个值 所以这个乘起来 就是Lamn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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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单位相反乘上5 因为这是向量 你看 向量 G一个 圆圈 封闭路线 积分 这就是零了 这个R' 就好像它的位移 这个 这个是单位相量 D5单位相量 这个 因为这个单位 这个乘起来就是二百 这是一 不过你这个 你这个 方向实时在改变 那就是说你这个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就你任何一个向量 做一个封闭路径的 位移 那一定是零 所以这个时候 对这一点来说 它的这个 电偶级是零 电偶级是零 电偶级举是零 你有Q了 Q分不在这里 但是对它来讲 电偶级举是零 我们看这个例题 有一个带有电荷的长磅 它的区域是从零到L 就是它的长度 电荷密度 是α乘上Z减二分之L α是一个常数 求这个电荷密度 就这个电荷分布的电偶级举 这个电偶级举 那么我们就把电偶级举的 式子写出来 式子写出来 所以我们原点呢 取在这里 原点取在这个 XY XYZ 这个原点 那这里取一个DQ 那R'就是从原点到DQ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现在正好是什么位置呢 就是Z的方向上面 那么Z UniVector 程度是 距离是Z 于是 这个就是这个里头的Aprim DQ呢 就是我们这里取一个 电荷基数 它就等于Rho乘Dta 电荷密度 乘上这个体积 电荷密度我们知道是这个了 αZ减二分之L Dta就是 界面积 乘上这个厚度 DZ A乘DZ 好 我们把这个 跟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好 P 就等于这个值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常数项提出来 α 提出来 A提出来 Z呢 但是一个变数就放在里头 好 这个积分 可以看成两项的积分 这个是Z平方 就是 三分之一的Z三次方 这个是 二分之一的Z平方 就是变成四分之 那么积分是从L 到 0到L 你把这个带进去 你把这个带进去 结果的值 就变成这个 所以你这个 电偶极举 这个要极起来 电偶极举 在电偶极举 最后看一个立体 一个半径为R的球面上 有电荷分布 这是个球 这个电荷密度呢 这个电荷密度呢 是跟什么 跟θ有关 是Z轴 所以θ是这个角 所以这个 环状的带 上面的密度都一样 电荷密度是θ0 称cosθ 现在我们要求 我们还是一样 电偶极举用这个带 那你现在决定 R'是什么 DQ是什么 R'我们现在说 我们的原点设在这里 你看原点设在这里 原点 那么R'就是从原点 到这个上面 任何一点的一个位置 这个向量 我们可以画成圆柱 它本来是这个值 它方向都是圆到大R的方向 圆到半径的方向 圆到半径的方向 然后 这个值是大R 可是我们现在把它 因为将来这个 一圈一圈 它等于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的值不一样 我们用圆柱坐标 我们用圆柱坐标 这一圈我们看是一个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呢 它的Row是 Row是这个 这是一个圆柱体 接面 Row是这个 它的Z是这个 圆柱的轴是这个 所以R'就等于这个 这个向量加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Z'Z'Z再加上Row'Row 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大小 这个形式大小跟R一样 所以这个平方 加这个平方 要等于大R平方 就是Row平方 Row平方 加上Z平方 对R平方 所以电偶极举 我们就把这个 用这个带 称上DQ DQ就是这个面上面的DQ 这个DQ呢 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积分的话 这个是G一圈 你看 这个方向G一圈 是等于零了 就没有了 就是剩下这个 所以是剩下这个 而这个积分Z'Z'Z'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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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这个指示等于什么 Rx3 所以dA'我们取这个dA' 就是这个带状 它是等于2πRsinθ 这是R Rsinθ是这个 这是Rho 2πRho 这就是2πR 再乘上这个厚度 这个厚度就是 这个大小就是这个 Rdθ' 所以dQ 它是等于 θ 乘上dA' dA' dA'就是这个 我没有写出来 把这个带到这个电偶极局里面去 带到这个电偶极局里面去 带进去 这个 这个是这个 dQ是Sigma 乘2πR平方sinθ' 这个 积分 按照θ积分是0到π 这个积出来 就等于 因为θ'积分 其他都是常数 2π提出来 2π提出来 sigma0提出来 R三次方提出来 里头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变成 负低cosθ 那就变成 三分之一 cos三次方θ' 0到π带进去 它就等于 这个字 这就是最后的字 OK 以上是举了几个 电荷的分布 要你求 它的偶极局 当然这个偶极局 是跟你原点 取在哪里有关 我们刚刚这个原点 是那么取法 OK 好 这一章我们就介绍完毕 第五章